欢迎来到台湾 大家好,我是李逗妹 斑鸣 第十名,普承恩 我必须说,普承恩是在这排行榜中最被低估的啦啦队女神 年仅21岁的他,有着身高168公分 腿长95公分的火辣身材 韩国网友们形容他是外表清纯可爱 私底下个性害羞胆小的他 只要一站上舞台就化身为5G高超魅力四射 并且能靠5G榨干观众灵魂的狠角色啊 相信从这部开胯蹲下电臀摇摆的影片中 大家就能知道他到底擅长什么了 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 从国中开始学习爵士舞的他 很懂得怎么和观众互动 也很擅长对镜头放射出勾人魅惑的眼神 曾有观众表示本来是进场看棒球 但三个多小时的球赛结束后 完全不知道比分多少 只知道自己被普承恩勾得人都快没了 他的初登版是在2020年时 为韩国直男人川大象队应援 后来也成了大象队的啦啦队队长 曾在2022年时加入韩国直棒斗山熊队 和当时斗山熊队人气女神徐贤淑常在表演时 展现出满满的诚意 也时常让观众忘记进场 到底是看球还是看他们俩 不过大家如果要寻找他的影片 双文搜寻打普承恩是找不太到的 可以打Pakseon 或者是复制这段韩文名字去找 才可以看到许多让你竖起大拇指的影片哦 第九名 鞭甲玉 鞭甲玉曾经是李多慧 在韩国直棒奇亚虎队的啦啦队友 大家知道他的特色是什么吗 就是他的萌系双马尾造型 鞭甲玉高中时就读舞蹈班 所以他的跳舞功力可说是数一数二的 他在舞台上展现的利与美 以及扭腰摆臀的技巧 绝对和李多慧不分上下 虽然身高只有164公分 在那些高挑啦啦队女神中算是小巧玲珑 但这却是他的秘密武器 鞭甲玉的双马尾加上可爱的形象 再搭配火辣狂野的舞蹈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效果 让韩国男粉丝们都为之疯狂 有韩国网友表示 只要鞭甲玉和李多慧同时在场上加油应援 就会让许多男球迷看完球后 都会感受到女神们满满的热情 离开球场时 球迷们的裤子都会不知不觉的打起帐篷 看着他们弯着腰心满意足的走出球场 就知道鞭甲玉今晚又再次守护了韩国的和平 第八名 吹红罗 吹红罗是韩国职棒三星师队的当家招牌啦啦队女神 身高169公分 拥有飘逸长发和仙气十足的鹅蛋脸 他在球场上就像一位美丽的精灵 不仅与球迷互动亲切 而且擅长各种风格的舞蹈 不管是甜美可爱 青春洋溢还是欧美狂野 你能想到的风格都难不倒他 今年才24岁的吹红罗 也被韩国网友认为是最近三年内 韩国最美啦啦队女神 除了棒球外 也在韩国足球与排球队中担任啦啦队应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IG近期因为狂发各种啦啦队加油舞蹈 被大量转发 也意外得到许多国家的粉丝支持 也曾被韩国观众认为 他是能够与李多慧一较高下的啦啦队正妹哦 第七名 李娜金 现在在韩国之棒 斗山雄队担任啦啦队员的李娜金 一般来说 韩国啦啦队女神出道大多在19-21岁时 不过李娜金直到23岁时才正式出道 但凭借着她的优异舞蹈和热情亲和力十足的态度 让她迅速成为目前韩国最具人气的啦啦队女神之一 有韩国粉丝私下投楼 虽然李娜金的身材不是啦啦队女孩中最顶的 年纪也已经30岁了 但她到现在还是拥有许多热情男粉丝支持的原因是在于 她在表演的过程中总能运用她那双爱笑的眼睛回应每位粉丝的支持 第六名 李和润 身高170公分的李和润有啦啦队版IU的称号 原本在韩国职棒韩华英队担任啦啦队长的她 在2020年时传出台湾乐天桃园队 曾经和她签下为台湾球队应援的合约 没想到正当李和润准备要来台湾时 疫情就爆发了 而到了2021年时李和润就宣布退役了 尽管如此 她还是韩国网友心目中数一数二的啦啦队女神 现在的她转型成模特儿和演员以及韩国爱菲卡实况直播主 第五名 李允志 李允志目前是韩国职棒英雄队中的招牌啦啦队女神 被韩国网友称赞是个美貌让人晕眩的啦啦队女孩 有着身高168公分前凸后翘的好身材 无论是在啦啦队身穿紧身制服时 还是在私底下的日常穿搭 李允志都能完美展现她的迷人魅力 再加上那双勾人的眼神和独一无二的卧蝉 搭配上诱惑指数破表的舞蹈 难怪有些观众看过她的表演后 立刻就晕传成为李允志的忠实铁粉 此外她大学时主修中文系 所以时不时也会在个人IG上用中文发文和华人观众互动哦 第四名 蒲奇良 蒲奇良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啦啦队女神之一 曾被台湾和日本媒体赞美她是亚洲最强啦啦队女神 在韩国各项运动赛事中 都看得到她为球队加油应援的身影 已经担任啦啦队员超过15年的她 今年已经32岁了 凭借着176公分的奥人身高以及惊人的保养功力 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蒲奇良透露自己一开始是被星探挖掘加入啦啦队 当时完全不擅长跳舞的她 她只花了短短不到两个月就将所有的加油舞蹈记收 而她生涯最巅峰的时期是在韩国职棒乐天 巨人队担任啦啦队运员的10年间 曾经有许多巨人队球迷买票进场 就只为一睹她的魅力舞蹈表演 但也曾在表演的过程中受到中年大叔球迷的不礼貌骚扰 而她也将这位球迷告上法院 之后蒲奇良也透过不同的管道发声 让韩国职棒开始注重啦啦队员们的工作安全 她甚至成为通告艺人 经常出现在韩国众议娱乐节目中分享她的啦啦队有趣经验 第三名李亚英 李亚英在去年刚加入韩国职棒NC恐龙队 有着身高170公分50公斤的模特儿身材 去年成为该队最受欢迎的啦啦队女神 许多球迷们表示她的美貌与会笑的眼睛 深受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喜爱 甚至还有不少女球迷们喜欢她 还纷纷赞美说她本人看起来比IG美照漂亮得多 此外她在车展界也是炙手可乐的人气model 许多车展专业摄影师表示 李亚英每次出现在展场 她们的相机记忆卡常常都会不够用 光是拍她的100公分迷人大长腿 以及香艳的两颗探照灯 就容易把相机记忆卡容量塞爆 所以网友给了李亚英一个很特别的称号 说她是让人舍不得移开视线的气质女神 对了对了 要在网路上找到她香香的影片 记得打李亚用比较找得到哦 第二名徐贤淑 说起徐贤淑 小玲认为常看啦啦队影片的观众 应该多少都有看过她的应援舞蹈影片吧 一头金色俏丽的短发是徐贤淑的招牌特色 在整个韩国啦啦队员中 几乎很少人能够驾驭这样的发型与发色 效力于韩国职榜斗山熊啦啦队的她 常被网友称作是斗山熊队的短发精灵 此外她的人气和讨论度 可以说是完全不输给李多慧 在YouTube上共有超过3000万的总播放量 拥有着168公分的身高和46公斤体重的偶像身材 在球场上跳舞的魅惑指数超过100分 常常运用眼神和垫臀以及小蛮腰的合体剂 把观众迷得神魂颠倒 特别一提的是徐贤淑 还有个不为人知的超能力哦 她非常喜欢喝肥宅快乐水 一天最少最少可以喝掉6罐共进1500cc的可乐 接着她对烟火有着极大的恐惧害怕 在她的IG上偶尔会出现自己被鞭炮 突如其来吓一大跳的影片 而在她的热情应援之下 所属球团抖三雄队也在2016年开始拿下两座总冠军赛奖杯 看来啦啦队不仅带给观众力量 连实际打球的球员都会被啦啦队员们美貌与魅力所影响 她也和李纳金以及安芝萱三位啦啦队女神们 并称为韩国近5年内最具吸引力的啦啦队美女 第一名安芝萱也有人称她为安智贤 她被韩国网友封为国民啦啦队女神 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她是比李多会更顶更有魅力的啦啦队美女 有着偶像等级的身材身高有169公分 体重只有49公斤啊 25岁的她被韩国观众形容拥有天使脸孔 以及白皙皮肤搭配完美比例的身材 据传她有着将近100公分的逆天长腿 她曾透露自己高中才开始学跳舞 本来也没有想要成为啦啦队队员员 只想着毕业后找份行政工作当个办公室OL 但当时误打误撞收到了首尔三星篮球队的啦啦队面试邀请 才成为了职业啦啦队女孩 2015年出道的她以高中美少女啦啦队的头衔 成为当时韩国观众关注的对象 此外她也常常成为韩国各大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 也是韩国年轻女生的理想整容对象 在2019年时 安之轩也曾经来台湾为乐天桃园队开球 不过最近惊传她退出所属的 韩国职棒釜山乐天巨人啦啦队 这也让许多台湾球迷们纷纷在网上留言表示 拜托你快来台湾吧 拜托乐天桃园快签下安之轩吧 而根据她最近的IG限动来看 目前她和韩国职业足球队 水源FC队还有啦啦队的合约 如果乐天桃园真的想要签下她 那可能要多花一点银蛋了 你想看安之轩来台湾和李多会一起为桃园队应援吗 欢迎地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 你怎么能看看